清朝康熙年间 乌山县石头镇发生了一起命案 知县张成带领一干人等到现场勘察 石头镇地堡无腹跟在左右 这是半山坡的一户人家 户主姓乔 以卖豆腐为生 两年前 乔长水的牢病死了 剩下媳妇灵儿和婆婆乔氏相依为命 灵儿生得貌美如花 人称豆腐西施 正因如此 灵儿卖豆腐不用走太远 只要担着担子走到山下 豆腐就会被抢得一空 一年前 山下来了一个石匠 名叫中德 走家窜户给人早撵子开磨 灵儿家的石墨每天都要磨豆 中德也就隔一段时间到灵儿家开磨 时间一长 中德跟灵儿就产生了感情 乔氏有所察觉 心中十分不悦 儿子尸骨未寒 媳妇就跟野汉子眉来眼去 成何体统 乔氏把中德赶出家门 让他以后不要再进家门 就在乔氏把中德赶走一个月后的一天深夜 乔氏突然在家中被杀 这乔氏死亡的是一把铁签和一把铁凿 铁签插入乔氏咽喉 铁凿插入乔氏心脏 案发第二天早上 地报无妇打更途经乔氏家 见门口有血迹 就走了进去 当时 乔氏尸体横在门边 铁签和铁凿插在乔氏身上 乔氏赶紧跑到县衙报案 张成不敢怠慢 带着三班牙医就来了 张成见铁签和铁凿上刻有中子 便知是石匠中德的工具 张成又勘察现场 看到了两个男人的血脚印 其中一个是乔氏的 乔氏说是早上进屋时不小心踩到的 而另一个是谁的呢 张成推断是中德的 不用问 这是一起通奸杀人案 张成立刻命人将铁儿绳捆锁绑带回县衙 张成连夜升堂审问 铁儿开始只是哭 拒不说出实情 只说乔氏是他杀的 乔氏对他不好 他才动了杀机 张成追同凶器和来 铁儿说不出 张成见状 只得对铁儿动大行 铁儿难以忍受 不得不说出与石匠中德通奸 被乔氏发现后 中德杀死乔氏后逃走的事实 张成让铁儿画鸭 关进死牢 同时画影图形捉拿中德 案子层层上报 因铁证如山 刑部很快下了批文 中秋之日 将淫妇灵儿搅首示众 以正示警 乌山八月 酷热难当 这一日 新任重庆之府 徐有志走马上任 一干人等乘船而下 徐有志站在船头 喝酒吟湿看风景 当船行至乌山峡口时 徐有志突然发现 耸入云端的文风之上 写着八个大字 苍天油眼 灵儿冤枉 这八个字硕大无比 有半座山那么高 徐有志顿时惊呆了 文风尖鞘 如笔插天 谁能在上面写这么大的字 除非他是神仙 徐有志立刻叫身边画师 画下眼前情景 他觉得这是老天爷 在暗中提示他 重庆地方有冤案 让他明察秋毫 徐有志到府衙后 立刻翻阅以前的案卷 这一番 他就找到了 乌山县春天承报的 通奸杀人案 前任之府已经签字上报刑部 刑部也来了回文 案子已成铁案 再过五天就是中秋节 淫妇林儿将被绞首示众 他仔细阅读案卷 从中找到诸多疑点 他立刻写好重审此案的诚子 派人快马上报刑部 然后带上随从 急急赶往乌山县 徐有志赶到乌山县时 林儿已经被推向了法场 徐有志下令停止行刑 把林儿押回县衙 他要重新审案 知县张成一看 只得在一旁陪审 徐有志升堂 让林儿如实交代案发经过 林儿流着眼泪说 他确实与石匠忠德产生了爱慕之情 但丈夫三年丧妻未满 他只能与忠德暗中来往 乔氏见他和忠德神情一样 将忠德赶出家门 忠德白天不敢再来 就每逢单日子夜来到林儿窗下 以铁钳和铁锹相互撞击三下为号 林儿听到撞击声 就给忠德悄悄开门 把忠德迎进屋中 两个人偷偷优惠 案发那天是初一 天很黑 子夜时分 林儿听到窗外传来三声铁器撞击声 便悄悄打开房门 忠德没等进到里屋 在堂屋就将林儿抱住暗道 林儿小声警告忠德 说婆婆就在东屋睡觉 让她到西屋去 可忠德不听 仍然不停手 睡在东屋的乔氏听到了堂屋动静 摸黑出来问发生了什么事 林儿羞得不敢滋生 但乔氏还是看见林儿身上晃动的人影 打着火想点灯观看 忠德跳起来就冲了过去 待林儿穿好衣服 忠德已经跑了 他打着火点灯一看 婆婆已经躺在地上 脖子上胸口上插着铁签和铁凿 地上流了好多血 林儿上前一摸 婆婆已经断气了 林儿吓得魂都飞了 瘫在地上只知道哭 过了一会儿 忠德又跑了回来 见林儿在地上哭 乔氏躺在地上死了 当时就傻了 林儿让忠德快跑 跑得越远越好 罪名由他一个人承担 忠德想带着林儿一起走 林儿坚决不从 说婆婆是因为她才死的 她一定要给婆婆偿命 忠德一看 只好一个人跑了 天亮之后 地暴吴富来了 探头往屋里看了看 就到县衙报了案 林儿供述完 张承凑到徐有志旁边 说 徐大人 这淫妇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和忠德通奸 被乔氏发现 忠德将乔氏杀死后逃跑 这案子下官审得没错啊 徐有志看了一眼张承 你真以为没错吗 那好 我问你几个问题 张承忙拱手 大人指教 徐有志问 忠德杀了乔氏之后 已经跑了 为什么还要二次回来 张承说 那淫妇不是说了吗 忠德想带他一起逃走 徐有志又问 他为什么不在杀人后 就带林儿走 而是跑了之后 又回来带他走呢 张承想了想 大概他在逃跑的路上 做的决定吧 徐有志摇摇头 如果换了你 你会在杀人之后 再跑回去吗 张承一时无语 徐有志又问林儿 你能确定杀死乔氏的 就是忠德吗 林儿说 不是他还能是谁 敲击铁签铁凿 让我开门的 只能是他呀 徐有志问 你看清他的脸了吗 林儿说 那天天很黑 我没看清楚 徐有志接着问 你开门后 他进屋说话了吗 林儿摇摇头 说 没有 徐有志说 本官知道了 你再想想 那天晚上 你把忠德迎进屋后 他还有什么反常 林儿想了想说 以前他都是悄悄 跟我进西屋相拥而坐 从没对我动过粗 可那天他进来之后 在唐屋就对我动粗 徐有志点点头 对张诚说 此案本官已心中有数 你带上人犯 本官要现场勘宴 张诚说声是 命人带上林儿 立刻赶往石头镇 石头镇地堡无腹听说 知府大人重新审案 也急急忙忙跑到了林儿家 徐有志里里外外看了一遍 最后站在两个血脚印旁 血脚印就在堂屋之中 一个在乔市的尸体旁 一个在门口 因为时间太长 脚印已经印在了土地上 徐有志问无父 第一个到现场的是你 这两个脚印有一个是你的 无父说 是我第一个到现场的 那个脚印就是我到现场时留下的 无父说着 指了指乔市身边的那个脚印 徐有志又问 你是何时到的现场 无父想想 说是尘识一刻 那天我替庚夫打庚 时辰记得很清楚 徐有志眼睛一亮 你替哪个庚夫打庚 无父说 我替的是苗三 徐有志命人将苗三带来 一问 按发那叶 无父确实替苗三打了羹 徐有志让苗三把打羹的帮子呈上来 问无父 按发那叶 你用的是这个帮子吗 无父说 没错 我用的就是这个帮子 次日五时才交给苗三的 徐有志把帮子交给五座 又让五座拿来一壶开水 分别交在两个血脚印上 时间不长 留在门口的血脚印起了薄薄一层皮 而无父那个血脚印还牢牢地印在地上 徐有志又让五座把苗三打羹用的帮子放到锅里煮 煮了一会儿 锅里飘起一层黑墨 徐有志又找来另一名羹夫 把那个羹夫的帮子放到另一口锅里煮 结果锅里干干净净 什么也没有 做完这一切 徐有志冲捕快一百手 来呀 把无父给我拿下 捕快上前 哗啦啦就把无父锁上了 无父当时就傻了 大人 为什么抓我呀 这案子跟我没关系呀 我只是尽地方之责 发现后到衙门报了案 徐有志冷冷一笑 你尽地方之责报案不假 但你这是欲盖弥彰 你这种遗花皆目的伎俩骗得了别人 可骗不了本官 徐有志指着两个血脚印说 这个脚印是你的 你说是沉实踩上去的 但本官通过验证 判定你这个脚印是紫石踩上去的 因为乔氏被杀于紫石 那时乔氏的血是鲜血 还没有凝固 所以你踩的这个脚印 牢牢地印在了地上 即使用热水胶也泡不起皮来 而另一个脚印 是在乔氏的血凝固之后才踩上的 所以用热水胶能泡起一层皮来 这说明乔氏被杀实 你在现场 而那个人也就是忠德不在现场 他是在乔氏死后 大约半个时辰才赶到的 徐友智又走到两口锅前 说 这口锅里煮的是你那碗替苗三打羹食用的帮子 锅里飘起一层黑末 那是血末 是从帮子的缝隙和空腔内煮出来的 而另一口锅里煮的是其他羹肤的帮子 锅里什么都没有 这说明你当晚拿这个帮子的时候 手里沾有大量血迹 渗到了帮子里 你可以擦掉帮子外面的血迹 但帮子里面的血迹你是擦不掉的 徐友智说完 吴富咕咚一声就跪地上了 大任饶命啊 大任饶命 我是一时糊涂才起一念 强奸灵儿时被他婆婆发现才动了杀鸡 徐友智把眼一瞪 还不从十招来 吴富光光磕头 我招 我招 吴富说 他早对灵儿动了邪念 只是找不到机会下手 一天夜离子时 他发现石匠中德来到灵儿窗下 敲了三下铁签 灵儿就把房门慢慢打开了 中德进屋 待了一个时辰才悄悄溜出来 后来 吴富就在夜里暗中跟踪中德 他发现每逢单日 中德都与灵儿私会 暗号是在灵儿窗下敲三下铁签 吴富眼珠一转 记上心来 那天夜里 他主动提出替苗三打羹 跟踪中德到半山腰 用帮锤将中德打懵 拿着中德的铁签铁凿来到灵儿窗下 敲了三下之后 灵儿开了门 接下来就如灵儿说的 他怕乔氏认出他 就用铁签铁凿把乔氏杀了 然后逃离现场 回家之后 他把血衣买起来 把帮子擦干净 等到天明才又回来看究竟 他想杀死乔氏的是中德的铁签和铁凿 官府追凶也不会找到他头上 就到县衙报了案 张承审完案子后 给灵儿和中德定了罪 他本以为自己高枕无忧了 没想到徐友智又重审案子 还明察秋毫捉住了他的狐狸尾巴 他只得认罪伏法了 吴父供述完之后 徐友智让他签字画鸭 又命人到吴父家将血衣起出 吴父押往县衙关进死牢 灵儿无罪当场释放 就在一干人等准备离开灵儿家的时候 中德流着眼泪跑了过来 跪在徐友智面前连连磕头 徐友智将中德扶起来 你是何人 中德说 我就是石匠中德呀 谢谢大老爷为我洗了冤 谢谢大老爷为灵儿洗了冤 徐友智问 你怎么知道本官会给你们洗冤 中德说 我知道 我知道会有好官给我们洗冤的 中德说 他那天和灵儿私会 半路上被人打蒙了 等他醒来时 发现铁签和铁凿都不见了 他来到灵儿家 发现房门大开 进门一看 灵儿正坐在地上哭 乔氏也死了 身上插着他的铁签和铁凿 中德吓懵了 还没来得及说话 灵儿就催他快逃 他不知道乔氏是被谁杀的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连夜逃走 但他却一直为灵儿担心 后来他得知 灵儿承认和他通奸 还共认是他杀死了乔氏 官府画影徒刑通缉他 灵儿也要在中秋 搅手示众 中德知道自己和灵儿冤枉 但又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没杀人 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灵儿 他恨自己害了灵儿 跑到长江边上想跳江自尽 抬头一看 见文风高耸入云 江上官船往来不断 他想 这些官船之中定有清官好官 如果能把自己和灵儿的冤情告诉他们 让他们给自己和灵儿做主就好了 可怎么才能向他们冥冤呢 中德又看了一眼文风 有了主意 他冒着生命危险登上文风 用几个月的时间 在文风上一凿一凿刻下了八个大字 苍天有眼 灵儿冤枉 然后用白灰把八个大字涂白 他想 如果江上有好官经过 定能看到这八个字 只要看到了 好官就会过问灵儿的案子 他和灵儿就能申冤了 结果 这八个大字被徐有志看到了 果然重审灵儿的案子 揪出了真凶无负 为他们洗了冤 徐有志听中德说完 暗暗点头 原来那八个大字并非天意 而是人为 但他被中德的良苦用心感动了 能冒死到文风上刻自为灵儿洗冤 可见他对灵儿的情意之深 徐有志将灵儿和中德叫到一起 得知他们两情相许 便从中作媒 让他们如愿以偿 结为夫妻 中德和灵儿相视而起 徐有志笑了 本官刚到任 破了一桩血案 成就了一段姻缘 也算是双喜临门啊 张成赶紧拍马屁 大任明察秋毫 爱名如子 徐有志瞪了他一眼 你的事还没完呢 本官要上奏力部 问你办案不立 草菅人命之罪 张成一听 白眼一翻 身子一软 下近过去了 上远